所以当在2015年结婚后 陆续生下两子一女一家五口 相当幸福美满 他平时也常会在网上 有粉丝分享家庭日常 他最近就透露 家里种的鸡蛋花开始慢慢开花了 没想到也让儿子的浪漫情怀被触发 这几天就要一起床 就会看到儿子把一早捡来的鲜花 放在床头迎接他 让他一早就感受到 对方满满的爱意 没想到31日晚上 儿子又再度寄出新照 在家中邏輯的每一层阶梯上 都放了一片鸡蛋花瓣 一路放到饭厅 要随堂沿着花瓣来吃晚餐 画面可说是超级梦幻 儿子贴心模样也融化不少网友 纷纷幽默笑说 要去拿拜拜才能有 同款浪漫的儿子 要去拿一个鸡蛋花瓣来吃晚餐 那男人就会去拿下来 那男人就会去拿下来 这一天 我跟着你 你以为你